曾经的CPU霸主英特尔如今面临存亡之秋 执行长基辛格才提出员工信 点出未来六大方向 宣布亚马逊将采用英特尔18A制程 但最新出现的救世主 竟然是竞争对手科技巨头高通 美国媒体传出高通已针对收购事宜 和英特尔管理曾接洽 高通执行长艾蒙亲自参与谈判 另有消息人士说 高通不太可能全数吃下英特尔失业体 会选择将英特尔分拆重整或切割部门 如果收购敲定将成为全球有10亿来 最大科技业并购案之一 市场也立刻给出反应 英特尔股价周五一度大涨9.5% 随后涨幅收敛至3% 高通收盘则下跌约3% 两样勤 其实早在半个多月前 半导体圈就传出高通正考虑吃下英特尔的PC设计业务 英特尔也曾是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 却没跟上智慧手机时代 更被AI浪潮抛下 Q2税后亏损约新台币515亿 处理器缺货和地盐轮番上阵 经缘代工业务亏损持续扩大 顾价跌到10年来最低 如果你有机会 像这个Morgan 你只需要去 你需要等待这些东西 然而CNBC指出这起潜在和平案 恐怕面临反垄断疑和国安考量 但也有分析认为这回两大主角都是美国企业 反而有望诸双方一臂之力 一代晶片拒播走到十字路口 英特尔的下一步备受关注 新闻也会中播到